如果是在我们基本上排除了 就是前面的比方说 Botloader Kernel或者IIT Trd或者IIT RainFS.Image等等这些问题 然后又解决了 比方说IIT启动服务 或者整个的脚本的这问题 是吧 以前的RHCE考试 在这个地方 用功用料真是非常的多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我们考RHCE考试 必须得要过几道关 就是你要能识别出来 是Grab的问题 你能够Grab 因此到给它修复 第二的话 你要能 就是说解决什么问题 那种刁钻到什么程度 就是把Botloader给你删掉 Botloader删掉 Botloader删掉了以后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情况的问题 Botloader删掉以后 你看不出来到底哪个问题 他就直接就是说 这个脚本出错 脚本出错 你肯定就去找脚本的问题了 对 但是是执行脚本的工人没了 脚本肯定出错 对 所以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种刁钻 比方更何况 这个IT 你进去以后 就系统就重启 或者一进去以后的话 那系统就关机 什么问题 然后呢 也有可能是Grab这边的话 传递参数的时候 比方说 我们知道进入单一户模式的话 是 进入单一户模式的话 是非常简单 单一户模式非常简单 那么就是说 在启动的时候 我这边先启动一下 启动的时候的话 后面加上1是吧 假如说 我在Grab.conf里面 我在后面的话 给你加了一个6 单一户模式的话 后面加个1 对吧 就是这样了 在这个地方是吧 按下E 是吧 再移动到第二行 是吧 再按下E 是吧 然后再加上个空格加1 这个1的话 会传递给我们的IIT 就相当于执行的IIT1 是吧 那我这个地方的话 给它改成0 那相当于IIT0 一进去以后 就执行IIT0 关机 或者6 一进去后 就执行重启 对吧 那如果还是我简单点的话 我可能去VIETC下的IITTAB 对吧 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去怎么样 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把它改成6 这个地方还是6 感觉0也不对 改成3是吧 那我如果那个地方 改成改成6 它就重启 改成0 它就关机 对吧 那这两个地方实际上都可以去设置系统 重启和关机 那你自己要能识别出来 要能非常熟悉这几个配置文件 所以的话 当时考RCE考试的时候 我记得有几个文件要搞定到 就是要非常的熟悉 非常熟悉 哪几个文件呢 是 ETC下的IIT 当然现在的话就没有了 是吧 现在的话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都是一些功能 想让你去实现什么东西 所以我现在说的并不意味着泄露 这个RCE的题 一个是这个 是吧 一个是什么呢 FSTAV 对吧 还有一个的话 是ETC下的 Boot下面的Grab当中的Grab.conf 这几个文件的话 是你都要背的会的 都要背的会的 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一些常见的这些 比方说PAM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身份证证的时候的问题 就等一下我们要讲的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脚本的话呢 我觉得这些配置文件 不是脚本 就是你自己的话 要能背的下来 基本上的话就是特别熟 特别熟 那如果是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系统的话呢 比方是把Bash给你删掉 Mound给你删掉 那就是要很细心的去找这个蛛丝马迹 然后呢再拿光盘的话来引导 然后呢把它修复好 这种问题的话就太缺德了 真缺德 因为原来我们考试的话 上午是插播书体 超过书体的话呢 是有比方说是十个错误 这十个错误的话 你要是排除 排除不了 你进不了系统 进不了系统 你就意味着下午 定制 不是啊 就是上午好像是四个超过书体 这四个超过书体 是启动相关的超过书体 启动 你排除不了 那你进不了系统 对 进不了系统 你就完成不了 比方说六个任务 这六个任务的话 就是说你进入系统以后 就把它完成了 那六个任务完成不了 也就是总共十个任务完成不了 那你还考什么 下午的分数和上本分数 占的比重是相同的 那你下午也别考 这么回事 所以的话 这个启动相关的东西 就是当时的话就这么苛刻 但是在最早的地方 2001年 2002年的时候 还要更难 还要更难 我见到很多人的话 就在那边 就一些老鸟 他就自己掰扯 配置文件 因为他以前的话 也没有接触过 然后那个时候 RCE的培训的话 也基本上很少 但是现在的话 就多一些 当然质量的话 就是大家现在发觉的话 他已经偏正于应用 就是说我去实现某个功能 而不是去解决系统本身的这种问题 但是你具备这些能力的话 就像我说的 我原来学生一样 到了摩托拉以后 人家都非常服气他 为什么 觉得什么问题给到他 他都能搞得定 就是要到这种程度的话 那你就非常强了 那如果要是我们现在的话 继续再看的话 这个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这儿了 登陆Linex系统 你要知道的话 所谓的开控制台 它是怎么样一回事 开控制台是怎么样一回事 然后就正常运行起来 又是人家的背景 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 我不喜欢把启动的状态遮住 但是对于大众来说的话 你没有那么漂亮的界面 人家反而人档次低 其实对于专业人员来讲的话 你会觉得那种 就是说全都给你显示出来 反而是好的 是吧 你看这就是IIT的改进 IIT的话是多个初始化的进程 并行的 所以你的启动速度可能会快一些 就是R716的这个问题 它的启动速度是快 很多程序的话 相当于分散点多个CPU 却同时去做了 所以它才改成ETC下的IIT 你心点看过这种方式 我启动起来 那你现在R716这是 IIT目录下的 IIT目录下的TTY 你看这边的话是初始化 stop就是关闭控制台的话是016 这四个方面的话 这三个的话都是关闭的 如果还是初始化的话 就Respond的方式去初始化什么 实例去执行什么 TTY TTY是什么 就是用S并下的 minminminget 这个程序的话 R715里面的话 你看是这样 R715里面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想多开几个控台 很简单 多开几个控台 很简单 是吧 你想再开第七个控台 开第八个控台 开九个控台 总共的话应该是36个 总共应该36个都可以用 因为你比方说 Shift加F1到F12 就是又是12个 左Shift又Shift 好像是这样 好像这样的 就是说我太确认 因为我没有确实 没有开过那么多控台 没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开控制台 就这样 在R715里面就加这么一行 对吧 R716里面的话 R716里面的话 我没有研究过在哪去加 但是你看到跟命令也是一样 对 有蚊子 没打死 也是没get 这个东西的话是怎么玩的 你看一眼 如果要是你不去运行它 你看 我现在按out加F8 玩out加F8 对 有反应吗 没有 没有反应 你不动了 然后我说一个min gettty tty 我这样一回车 然后nout加F8 这边就有反应了 这边的话是有个提示符了 对 我这out 我这时候nout加F2过来 那也就是说 这边的话已经关掉了 我再进行一下 然后out 然后outF2 out加F8 看一下 这项东西就过来 所以开控制材是这样的 就是本身的话 你按out加F8 没有开的话 相当于没有 没有任何反应 对 那也就是说 你mingettty 就会打开了以后 就是运行这个 这行以后 就是说 把它运行起来以后 那它自然的话 下一步 它就会打开个login 就打开个login 这个程序 正如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这样 我看一下 刚才这个总是比较麻烦 正如我们现在 现在看到的这样 你输入一个pstree 然后输入一个jrep 就输入ps3 你看这个tty1或者tty2或者tty3 都是就base shell 都是由login打开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什么呢 mingettty8的以后 它自然会打开一个login 等待你进行什么呢 输入用户名密码 输入完正确的 用户名密码以后 login这个程序 帮你去认证 帮你去验证 如果验证通过了 那你就打开一个bash 如果验证没有通过 那就怎么样了 就退回来 就回首帮 再去打开mingettty1 就是这样的过程 所以的话 很多人登录不了 登录不了的话 你应该看这样几个位置 我们在讲安全的时候 以后会告诉你 一个pam的机制 也就是login也好 login是不是要输入 用户名密码 sish是不是要输入 ftp是不是要输入 samba是不是要输入 对吧 等等 这些服务 网络服务的话 可能都需要 那这些东西需要服务 他们通过什么服务呢 那通过什么 他去验证 通过pam 他们都通过pam 这个库 这个组件的话 来完成的 而pam里面的话 有个模块 叫做pamunix 现在的话 你不理解 没有关系 你只需要知道 这些需要认证的东西 都是调用同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pam pamunix这个模块 就是pamunix模块 是pam里面的 一个最常用的模块 这个模块的配置文件 就是谁呢 etcrpassword 和etc下的shadow 这样的话 你才能理解 这就是体系也够 清楚了 这个体系结构完了以后的话 你说我登录不了 那我就要梳理 pam到底是怎么认证我的 然后 它的login的配置文件 就是etc下的pam.d当中的什么 login 就是它 这个文件如果被人改了 那你肯定就是认证方式有问题了 有问题 它可能并不是用这个文件去认证认证了 有可能是直接找my circle账户来认证 清楚了吗 清楚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是一个它 你比如说ssh 这个地方自然就会有个ssh 是吧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 然后再有的话呢 就是如果没认证方式的话 有个shadow 对吧 这个shadow里面的话呢 这几行的话 一直没有给大家仔细去讲清楚 前面的话呢 是这个用户的什么 前面是这个用户的名字 对吧 登录名 是吧 后面的话是这个用户的什么呢 用户的这个密码 mb5加密过以后的密码 然后接着的话呢 这是一个unix time unix time的话 就是从1970年的1月1日开始 到今天有多少天 到今天有多少天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的话呢 到1970年1月1日开始 到14823天的时候 这个账号的密码被设置了 那这个密码的话呢 设置完以后 隔多少天 就就隔多少天以后 才能再次修改呢 0天 也就是你今天设置 今天就可以改 你要吧 然后呢 这边99999是什么呢 这个密码能有多少天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 那就有效期限多少 所以的话呢 你如果要是 就是过期时间是什么 多长时间 如果你希望的话呢 让他 比方说 你希望的话呢 让他这个有效期限是 比方30天 30天 30天 那就这样改30 如果还是在 过期前 7天 他去通知你 你要吧 过期前7天 他去通知你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都不是一种强制的行为 不是一种强制的行为 你最要担心的 就是最后两个分号之间的 这个地方 有没有数字 一有数字 那就危险了 你看我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什么呢 写了一个1 1的话呢 表示1970年1月1日 这个账号就被禁用了 所以他死活登陆不进来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用户登陆不进来的话 你要考虑这些 考虑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账号登陆不进来 那他的这个账号的话呢 这个 就是说是不是已经过期了 他这个密码是不是已经过期了 过期了以后的话呢 或者说这个账号 是不是已经在某一天的时间 已经被禁用了 那后面那1是什么 1970年1月1日啊 1月1日 那1月2日就想过去 就这边是2 后面那个 也是unix time 如果你这边填的是 14800 比方说24啊 或者25 那就这个账号的话呢 用两天之后就过期了 啊 就那个位置是有账号的有效时间 不是 就是哪一天 他就过期 不能用 就那一天之后就不能用了 啊 就是账号到哪天有效 就就就是那个位置 对对对 到哪天的话呢 之前能用之后就不能用 这个天的话呢 那按理说的话呢 你如果输入1的话是不 你输入100的话 也就是1970年 比方说3月几号 或者4月几号啊 这么多文字啊 那个文字开始 吃血 开玩笑 就是说 这里面的话呢 这个就是shadow文件的这个位置 明白 那个位置意思 啊 你可以用什么呢 你可以用什么命令的话呢 去改呢 可以用gpassword的 啊 啊 gpassword的 哎 不对啊 不是gpassword的 是什么 忘了 是有个专门的命令 可以改啊 chage是吧 我看看是不是 是这个啊 是这个啊 chage 嗯 chage 你看一下mypage 嗯 你可以直接定义它的时间 就是哪天过期 哪天过期 它的最长的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 啊 你要吧 如果是你现在的话呢 系统启动不起来 就是系统的话 启动起来 然后那你登录的时候有问题 登录的时候有问题 有可能这个账号的话被禁用了 嗯 或者认证某个地方出现问题 那你就用单红模式进去啊 单红模式进去以后的话呢 去改新哪个地方 或者说去设置哪个地方啊 啊 设置哪个地方 那就是啊 单红模式你还记得吧 记得就iite嘛 啊 不是 那你iite是已经进去了以后 怎么进去是吧 啊 单红模式进去 等一下的话 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啊 行 这样的 单红模式的话呢 就是说在你的账户过期 或者密码失效 让机密码了以后 啊 或者说什么呢 因为time的问题 认证的问题 导致你登录不进去的时候 嗯 那你就要单红模式进去 那么你在那个这个画面下 是吧 任何一个键就出现了什么呢 就出现了这个选择条 对 是吧 按下e 对吧 嗯 移动到第二行 嗯 再按下e 对 然后呢 到最后的话呢 按下空格 嗯 加上一个1 啊 是吧 对 然后呢 在 回车 回车 是吧 回车完以后 相当于这一行已经改动过 嗯 但是呢 并没有写到 grab.conf这个文件 没有写到那里面去 然后呢 这时候你输入一个什么呢 输入一个 B 只是这次有效 它就进入了 单红模式 这样的话呢 它就进入了单红模式 进入了 所以的话呢 进入单红模式的以后 进入单红模式以后 然后呢 你要检查这样几个东西 嗯 第一 ETC下的 pam.d当中的 login 啊 那是不是跟其他人的一样 是不是跟你正常的机器上的 就一样 哦 然后呢 再去检查什么呢 ETC下的 password 这个里面的话呢 你要看它最后啊 最后那个冒号 就是你这个用户不是登录不进去吗 嗯 那么冒号最后的话 是不是S并且的 no login 啊 是不是并且的byshell 如果是byshell 那就是正常的 如果不是byshell 那如果是S并且的nologin 那它肯定就登录不了 啊 不让登录 对啊 你看一下 嗯 这边说很多账号 除了root之外 一般的账号都是nologin 就是系统账号 对 就是它有用户名字密码 它也登录不进去 嗯 它一登录的话 人家告诉你 这个账号被禁用 啊 就是它启动完以后 它不帮你打开一个shell 而帮你打开的一个程序 叫什么呢 S并且的nologin 啊 他们后面怎么还有那种sadown sadown的话呢 就是你sadown这个用户 登录了以后 它就直接关机了 啊 还这样 但是能不能关机 这是需要你再去设置的 就是你允不允许它运行sadown 因为sadown默认是允许 如同账号去用的 对 那你允不允许sadown这个账号去用的 啊 你需要再 你比如说再去设置一下 啊 是吧 对 嗯 但是呢 这是历史遗留的东西 啊 那么还有的话呢 就是etc下达shadow 你要看这个账号的话呢 有没有禁用时间 嗯 有没有有效期 啊 啊 那就是最后那两个冒号之间 有没有时间 嗯 还有它的这个密码的有效期 是多少天 不过99999 那就是永远有效 对 在你有生的 比方说三百多的多年的这个岁月里面 都可以用这个密码啊 啊 那就是跟乌龟一场 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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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个shadow文件啊 嗯 还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要是你想让批量的让公司里面所有的人啊 批量让公司里面所有的人 全部都 全部都用什么呢 就是说 他们总是有不好的习惯啊 不是三十天改密码 对吧 总是 总是一个密码 从老 从年轻用到老啊 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啊 VIETC下的 啊 login 点 DEFS 这个文件的话呢 就是定义默认的情况下 ETC下的shadow文件里面那些值的 你打开它看一下 那比方说他们的email啊 放在哪个位置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他做的最长的密码历史 他做的最短的密码历史 他做的长度 最小长度 他做的这个警告时间 就说 你刚刚说我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三十是吧 三十天必须改密码 那么到了第二十三天的时候 他就开始警告你 到第二十四天的时候警告你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七 嗯 然后呢 下面就是UID 就是你创建的用户 你创建的用户 他都是从500 这个UID开始 为什么呢 在这个里面 在这儿 然后呢 GID 500 那么最大的这个UID 像以前的话呢 我们说最大的UID就是65535 但是在新版的2.6的一些后续的版本当中啊 就现在内核不是可以识别更多的这个UID了 可以支持很大的UID 就是这个6000 就是这个6000的话呢 就是这个6000的话呢 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限制 嗯 用户删除的时候 那么都要执行某个命令 啊 这边你把这个 用户执行的命令 啊 这个前面的注释取消掉啊 给他 然后删除用户的时候 必须得要执行个什么什么命令啊 那么是否创建主目录呢 对吧 U-MASK默认是多少啊 那如果没有经过设置的话 都是什么呢 呃022或者002啊 嗯 ROOT的话是002啊 那个普通用户是022啊 哎 ROOT是02啊 然后的普通用户是002 对吧 那如果是没有设置过U-MASK 就没有执行过U-MASK这个命令 嗯 那他就是077 啊 这就是一些 这就是一些这种 啊 这就是一些那个设置 嗯 就是说删除组的时候 这个这个组的话呢 是不是还存在啊 等等 你自己看一下好了 对吧 好吧 U-MASK默认的密码等等啊 那么以前的话呢 会有一个叫做AU-TH AUS Config 啊 AUS Config的话呢 现在就是说 他已经是就是 是一个命令行的这种这种东西了 嗯 你加上个AUS Config-TY 啊 你能看到这个 有关认证的这样一些配置 嗯 那比方说是否使用MD5加密啊 是否使用shadow文件啊 都在这边有配置 嗯 甚至就是跟用户的这个东西是相关的 好吧 那么重新的话呢 就是呃 以后的话呢 咱们配置多多身 就是多种方式去认证的时候 还要掉呢 嗯啊 所以的话呢 这样几个地方 我就给你总结一下 好吧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ETC下面的啊 pam.b当中的 login 这个你看下跟别人有没有一样不一样 ETC下的password这个地方的话呢 进去以后是打开nlogin吗 如果打开nlogin 那你就登陆不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就是ETC下的shadow啊 ETC下shadow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啊 他的这个有效期限 密码有效期 还有的话 他在什么时候被禁用 嗯 还有的话呢 他有没有被锁定掉啊 锁定这个用户的话呢 就是password-l 就是锁定 是吧 你看我这样的 gip root ETC下的shadow 啊 这样的话呢 我的这个密码 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 对 这个密码是这样的 是吧 以dollar 夹一个数字 再加dollar开头 对吧 我加上一个什么呢 password-l 然后呢 root 我把这个账号锁定了以后 那么 他就是 以两个感叹号开头 这样的话 整个的密码的位数就 变不一样了 嗯 所以你无论如何 输入什么样的密码 都不可能通过认证 嗯 是吧 那么你要想解开他的话 是什么呢 是 password-u 嗯 那另外的话 你还要看最后两个 m号之间 是吧 有没有数字 这就是密码 这是账户禁用的日子 unice time 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密码有效期限 是多长时间 嗯 对吧 呃 就是筛的文件 啊 还有的话呢 你如果要是想默认定义筛的文件 就是etc下的login.defs 如果实在还登登陆不进去 那你看下osconfig-ty 你现在到底是用哪种方式去认证 啊 好了吧 好呀 这就是认证的问题 嗯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 到时候再来问我 好呀 好吧 那当然了 如果要是酷函数 然后出现异常 你比如说你装某些裤啊 等等的话呢 乱七八糟 导致登陆不进去 那都是错误 那都不是设置的问题了 对吧 就是可能裤啊 或者程序它的问题 啊 嗯 搞定了 啊 搞定了吗 什么搞定了 咱们搞定了 现在已经 词 词